新科小内阁还没上任 现在接连的引发争议 准都发局长林周明 遭到同业质疑说 他没有台湾的建筑执照 是无照职业 而林周明是呛骂的反击 而准文化局长林熊华才刚刚出现 就有四名的市政顾问说 他们不满黑箱作业 要辞去职务 下一个问题 新科都发局长就是名建筑师 面对定义回避问题 这位先生这还用说吗 国中毕业就知道了 答案是不可以 要不要立意回避 这还用说吗 你会呼吸你都知道了 我再复述一次 大家时间有限 个性火辣辣 而遭同业攻击没有台湾 建筑师执照根本是无照职业 我现在其实情绪很难平缓 我清楚的知道 我是个好建筑师 而受到质疑的还有新科文化局长 也就是音乐教父倪崇华 林熊委员不满 三人票数倪崇华最低 没想到却是他当选 又林熊委员觉得这样的结果很奇怪 张铁子是最高票 我会全力以赴 倪崇华出现市政顾问 却一一喊退出 新科小内阁名单亮眼 不过经不经的起考验 也备受期待 借存下潘建任关键邀 台北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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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